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还是三合一方面每次的临床操作还有它的安装使用 等下我们收到仪器之后先检查一下配件 配件的话是三个手柄 这个是OPT手柄 这个是小屏秒激光手柄 然后这个是RF射屏手柄 然后眼镜的话是有两个 一个是OPT眼镜一个是激光的眼镜 然后这个是眼罩 这三个头呢是激光的三个探头千块探头 然后这个是OPT的拨片 然后这个是RF射屏的一个切换探头 这个是凝胶 然后这个是做黑脸娃娃的碳粉 这个是加水的漏斗 然后这个是电源线 然后这个是控制激光发光的一个脚踏开关 然后这个是挂架 首先收到一去之后呢 我们先把挂架安装好 然后看一下这里有四个孔 然后把这个四个孔这样子对准 对准之后呢 把四个螺丝 配的四个螺丝 把它放到里面去 这个螺丝放好之后 然后从这里用这个螺丝刀把它捏紧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安装手柄 手柄先把这个手柄 安装OPT的把这个放到挂架上面放好 然后从这里前面这里有一个插发头这里安装 然后把它对齐就好了 这两个是水管把它对齐这样子 这里有个卡扣 这里有个卡扣把它卡紧 安装这个是激光的 我确保这里有个卡扣 然后下面这里有个卡扣 把它确保这里是卡紧的 这个是RF射屏也是一样的 把它安装好 在仪器开机之前呢 我们先给仪器加水 加水的话是使用这个漏斗连接这个注水孔 加水的话是使用这个漏斗连接这个注水孔 一直加到衣水孔 把这衣水孔打开 一直加到衣水孔出水了 那水就加满了 一直加到衣水孔出水了 那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漏斗拔下来 在开机使用过程中呢 这个加水孔跟衣水孔 这两个螺丝就不用给它关上了 就这样子开着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的水的话 我们建议是一个月换一次 水最好是用纯净水或者蒸馏水 连接好这个电源线 然后把卡扣给它连接上 然后这里对准这样子 插进去把这个固定好 我们操作的时候把那个探头先安装好 然后先看一下激光的探头 激光探头的话 这个是1064红色的这个 这里有标记 然后这个是532 这个是黑脸娃娃 1064就针对于黑色 相近的这一类纹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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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专门做面部,这个是做眼部额头的 视频探头安装的话,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圈给拧下来 然后把这个拧上去 然后把这个再固定 这个是OPT的三个拨片 一个是480,一个530,一个640 640是专用做拖毛的 530是去色斑以及洪水磁 这个是做嫩敷跟搓窗的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安装 这个安装的话,它没有什么正反顺序 你就直接安装进去,然后把这个卡紧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加上边的按购物